末法这个法韵依旧是有齐有福 有高潮有低潮 但是高潮也很难跟正法相法的相比 但是静宗往生的殊胜呢 那实在是超越正法相法的高潮 只有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 《往生经》里面尤其不可思议 弥陀基要解 那么永明大师这段话是非常感叹 学佛的同学 把静宗这个法门疏祸了 再看下面这段 修行 唯有念佛最为稳当 自由 幸运持明 敬业之力 又让弥陀慈悲悦烈 所用之功 决定不适 佛机身重 现前遇到 顾得五无颠倒 自在往生业 这些话 句句都是实话 也订阅 门 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